今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華潤燃氣1193 簡選原因是作為華潤集團旗下三大領域中的 公用事業版塊 華潤燃氣憑值資源和資金的優勢 並且透過收購等方式 業務在超過10年遍佈國內市場 截至去年6月底為止 公司的城市燃氣項目有275個 公司去年上半年 天然氣總銷量是198.4億方米 按年增長7% 客戶數量達到超過5500萬戶 居民用戶的滲透率是58.4% 較2022年底增加了2.3個百分點 建銀國際認為華潤燃氣在大城市的覆蓋率 相對同業在接駁燃氣方面擁有更大的防守性 同時如果實現收購 公司的銷售和盈利都有上調空間 股價走勢上 華潤燃氣近月在20.4至26.75區間運行 昨天收22.45 策略上可以在20.4和26.75 作為止蝕及參考目標 根據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華潤燃氣2023至2025年 預測的息率分別是5.8L、6.1L和6.8L 公司業務增長穩健具有一定的防守性 運行